好继续来关注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现在又深陷了染疫风险了 因为原定间下午要视察联合医院 结果突然缺席 就是因为随护确诊的快筛消息传出来 这一名是五一劳动节时接触的 确诊者杀的随护 那么就在昨天他并没有上班 那今天准备要陪市长出门 所以就做了快筛 没有抢到是阳性 而市长柯文哲也紧急做快筛 目前是阴性 但晚间台北市府已经确定 这个随护的PCR是确诊的 那么柯文哲后续也必须要做PCR检测 同时也会以筛带隔 减轻对市政行程的影响 半途疫情持续升温 那么也导致上一些防疫工作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工作量也大增 许多密切接触者的居家隔离是3加4 可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啦 有一些人都已经隔离完了 通知书才收到 或是迟迟拿不到居隔通知书 好我们看到了现在就有这个民众 是密切接触者拿不到居隔通知书 或者是居隔通知书错误百出 好上次时间 跟你原本要居隔的时间对不上 好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毅 他在今天呢就有特别在议会 会质询这件事情 首先呢就先拿出一叠哦 这个有一些这个错误百出的 居隔通知书 就怀疑说现在台北市的卫生局的医疗 量能医疗体系是不是已经崩溃了 已经完全的负载不了了 而黄世杰局长呢就比较简单回复说 大家都很忙啦 那么市议员再继续追了 说所以台北市的医疗体系是已经无法负载 无法附和了吗 他只有保守说到说哦 目前是还在努力当中 那么呢这个红氏议员他在继续问 他说那么我们现在台北市 卫生局的系统已经整个摊掉了 是不是对不对 黄世杰局长就才说是 这个体系已经无法再负载了 这是今天白天的这个负载内容 那么继续我们就要来看啦 本土疫情现在持续的在升温 那么也导致说很多防疫人员的工作量大增 跟密切接触者的一些问题 居个通知书的问题 导致现在呢有当机的 有出错的 有地方量能 严重瘫痪的 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持续来听 我问局长一个问题 我们的医疗体系崩了没 已经负载不了了 对不对 大家都很忙 是不是 是 你要不要在这边承认 我们的医疗包含疫调 包含通知 包含任何的种种 其实我们台北市已经负荷不了了 忙不过来了 但努力在改善 我今天不是要指责你 我现在要你明确的告诉台北市民 是不是我们的医疗已经负载到无法再负载了 这个也是一直在改善 他不够的话再去 找一些补充 我今天不是要给你 我今天不是要给你 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台北市 以现在来讲 我们最近接到电话 比比皆是 我们也要求联络人 可怜到这联络人 妙秋每天晚上到12点半还在接电话 其实我不瞒你说 看了我们自己都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没办法回复给人家 因为所有卫生局所有的系统全部摊掉了 对不对 是 好一句是一句对 好已经凸显出 现在的卫生系统已经完全瘫痪瘫掉 那么我们就来看到了 像侯友宜就有特别说啊 说中央健康追踪系统常常当机 民众有些人士都已经解隔离乐 才收到及格通知单 啼笑皆非 真的是让人家哭笑不得 另外我们就来看到了 那中央人想怎么回应呢 他说中央自主回报系统 提供的是一次性的网址 如果这个人 他是从其他的网页进入 那么可能会出现 已经填写过辨识码错误的讯息了 这是他给我们的答案 但是我们就要来看到了 就确诊者呢 他是使用的是中央自主回报系统 就要填了资料 因为现在确诊 你要自己自动自发去填 但是呢 他得到的回应就是已经填过 他觉得很奇怪啊 到底为什么是谁帮他填的呢 那中央人长久说了 提供给民众的 这个是属于这个一次性的网页 考量到有资安的问题哦 如果他曾经从其他的网页 或者是医护人员有先发填过了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填了 不是说点开简讯会提供网页 就是出现已填过 或是辨识码错误的讯息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是用一次性的一个网址啊 主要就是为了资安的考量 所以他如果不是用这个我们 发了简讯所提供的网址的话 那就是他如果自行在这个网页上面 去登打这个网址的话 事实上就是会出现类似像说 你已经填写完成或辨识码有误的这个部分 所以还是要用他原来简讯所收到的 这个网址来去填写 而不是说自己上这个网站去填 那这个当然是我们跟情厂商 依照我们的需求去做出来的 快筛试剂需求大增 教育部已经发放首批50万剂的快筛试剂 给各县市的教育局 学校可以依照被匡列区格的名单申请快筛 预计18岁以上的学生可以领到两剂 18岁以上的大学生可以领到三剂 而这是我们说的最新消息了 继续来关注的是 要跟病毒共存 并不是说口号就好 而是要有准备 而鼻腔快筛呢 是很多大人的噩梦 那小朋友更不用说了 在德国就一款快筛神器 专为小朋友所设计的棒棒糖快筛 完全无痛 让孩子像是吃棒棒糖一样 吃完了也瞬间做完快筛 很多民众看到这个直呼很想进口 在台湾快筛除鼻 恐流眼泪鼻涕简直要命 但德国竟有一款神器 让孩子无痛快筛超easy 这个就是棒棒糖快筛的棒棒糖 棒棒糖 听到是棒棒糖 小男童眼睛一亮立刻往嘴里放 弄在舌头上面 小小年纪就能自行操作 表情还超享受 将棉棒放在口腔里转一转 鼻腔快筛让人一秒想拔出来 但这棒棒糖快筛 孩子边笑边筛 不想拿出来 30秒一到取出来 插进一体试剂 等15分钟快筛结果出炉 步骤几乎都一样 但差别是放进鼻子和嘴巴 痛苦指数却差很大 一个礼拜要测三次 弟弟每次测都会一直打喷嚏 使用一般戳鼻快筛 像是在行刑 大人得将小孩架住固定 棉棒一往鼻孔伸 立刻狂打喷嚏 甚至还哭天抢地 为孩童设计的棒棒糖快筛 究竟可不可行 它的敏感度非常的高 可能比鼻子还要高 大概有十几倍以上 同时它可以诊断疾病的严重度 我看了直呼鼻孔有救了 狂喊针线木 希望台湾也能进口这款棒棒糖 我们当然什么都可以进口 问题是台湾就太草包 什么都不知道 德国2020年 人家就互相戳鼻子了 那是生活的一环 你不会做快筛 你怎么跟病毒共存 还是你要共亡 一组棒棒糖快筛1.6欧元 大约台币46块钱 便宜又方便 不知台湾何时才能进口 让民众不用再被那根棉棒 戳到痛苦挣扎 这也能说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 这种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